自制懒人游戏床 说到懒人游戏床 你会想到什么 可能会比较像去年有一个日本厂商推出的这种 躺着睡觉 坐起来玩游戏非常笨重 脖子看起来也不是很放松 而且周围的电视 供电排线这些都是问题 不优雅 整套还有一万多 其实像传统游戏床配置里的屏幕 早就能被AR眼镜代替了 更懒 而且还绕开了复杂的走线问题 这意味着什么 终极懒人switch游戏床该更新了 俗话说得好 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懒惰 那择日不如撞日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沙发不能躺 床太笨重 单价刚刚好 单价有很多优势 比如便于移动 方便护理 还有应急情况 可以完美应对在各种场合 突然想要玩游戏的正中 这次改造用到的AR眼镜是雷鸟的AR2眼镜 这是一个新品 AR2的外观非常科幻 眼睛的正面是一整片 都看不到边框 AR眼镜本质就是一个头戴的屏幕 眼镜里面有一块0.55英寸的 索尼Micro OLED显示屏 分辨率是1080p 最高支持120Hz刷新率 就像一个投影一样 可以把一个等效距离6米的 201英寸屏幕 投影到人眼中 它可以代替一般游戏仓的 待遇屏的作用 如果要用switch原版的DOCK 就需要额外再有一个HDMI转Type-C的转接器 另外还要把电源线插到墙电上 这就还是要走线 等于打回了最传统的游戏床了 这次我要用一个新的配件 就是这个 JOY DOCK 本质上这就是一个DOCK 但是内置电池可以供电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市面上能够同时做到这些的配件 其实是很少的 上面有三个Type-C口 一个用来直连switch JOY DOCK里有一个1万毫安的电池 给switch充电 第二个C口可以直连AR眼镜输出画面 第三个C口是电源输入 可以一边充电一边用 接上卡扣 顺着滑轨推 然后整个装在switch上 咔哒一声就装好了 可以像背包一样背在switch后面 switch相当于接了一个 有内置电池的移动底座 连上线 取下手柄 这套便携主机就完成了 可以放在篮子里 暂时忘掉它了 用任何你觉得舒服的姿势 拿着这两个JOY DOCK就可以了 我觉得放在这个架子上就挺好的 这一套才是真正的单架搭档 最近我在玩蜘蛛侠2的时候 有一个桥段 就是Miles他躺在床上 用蛛丝吊住笔记本电脑 和杯装饮料来办公 偶像都这么懒 我肯定不能落后啊 知习点滴架 给饮料瓶子装上输液器 挂上四种口味的饮料 和单架很配 放到杯子里 还可以一键续杯 现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的百分之百 都是快乐了 装上零食架 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 接下来这个步骤很关键 依次贴掉所有营养表 确保一个字都露不出来 这样所有吃喝的东西都在手边 可以在最少动作下 实现吃喝自由 再加个小垃圾桶 干净用卫生 差不多了 我来试一试 是很舒服啊 所有东西都在手边 Jerrycon拆下来完非常省力 脖子也没有压力 屏幕也很大 而且它还有很好的移动性 OK 我换了身衣服回来了 说实话 我完全不知道 推单架出去玩游戏 有什么意义 但是真的很爽 真的很爽 飞掉 路过的小朋友都惊呆了 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回头疯狂看我 可惜都没有拍到 因为摄像大哥推我 就已经快推得累死了 素材拿回来能有这么长 真的已经非常尽力了 单纯躺着玩确实很舒服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 两边的扶手抬起来 再加上脚撑 整个呢我就只能爬上去了 其他地方真的完美 饮料自己慢慢往嘴里流的感觉很好 意外很合理 眼睛佩戴舒适度也不错 它只有76克 戴上以后整体重心呢也比较均衡 进腿是可以向外扩的 能扩特别开 上面有三档调节 可以让画面在最舒服的位置 鼻拖可以取下来 前后位置都可以调节 JoyDoc的整个续航大概是在5小时 这个时长 我的脸部感觉到压力呢是不太大的 说回懒人游戏床 究竟是谁在买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床 我是真的很好奇 所以这期视频 我打算把整个这个懒人游戏床的套装 直接抽奖送掉 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想要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跟我互动告诉我 是不是有这个需求 如果要算算账的话 床上有单价 1230块 运费125 输液器四个 腰枕腿腿枕 都是买单价送的 不要钱 肉骨头抱枕65 支物框两个 一共40 这里面最值钱的就是雷鸟 Air 2眼镜和Joy Dock 打包2699 必然是这里最有用的 垃圾桶是我的车载垃圾桶 其余材料也都是废物利用 抽奖奖品就是这些啦 这么算 我这个懒人游戏床 也不便宜啊 当然我这是整活嘛 认真的说里面的Air 2套装确实是一个很好的Switch伴侣 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屏替代屏 除了玩游戏 这块屏幕在影音方面体验也不错 只要带一个这个叫雷鸟魔盒的配件 就可以跟自家的电视机一样使用了 它的外观呢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电视遥控器 本质呢 是一个电视盒子 还可以让接口不支持DP协议的手机实现无线投屏 自带了芒果 B站和奇异国等主流平台 操作也很直观 如果还嫌不够 它还支持最高500G的扩展空间 离线也可以用 做一个随身的影音内容库应该是够了 看了半个多小时的片 我发现它的发热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整个进腿的下半部分温度分布很均匀 温度呢也不高 不会有烫的感觉 这一套懒人Switch游戏床是有点夸张了 低调一点的话 可以把Switch和JoyDoc单独拿下来 他们自己呢 就是一套能适应更多场景的Switch加AR眼镜解决方案 而且JoyDoc自己兼容器也不错 是可以用来接其他设备的 比如你的便携屏 不过由于Switch接上JoyDoc以后 就会自动进入主机模式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掌机模式来玩的话 就还是要祭出万能的绝缘胶带 把触点绝缘 这样就得到了一台完美的Switch combo 整体重量和Steam Deck不相上下 外出或是在车里用起来都很方便 就是吧 如果它可以出一个小小的配件 用更优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触点绝缘的小麻烦 那就最好了 用了一段时间我开始考虑把JoyDoc加入到我外出必带的Switch配件行列清单里面了 不过我也对它有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可以去掉这条有一点尴尬的连接线 两个接口都这么近了 连接方式是不是可以再紧密一点 要是插上就可以直接用就好了 还有就是体积可以再小一点 背后呢也可以加一个折叠支架 这样能立起来放置 更省空间 当然我还是最期待Switch赶紧推出下一代主机 接口要是能直连外屏就最好了 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后关于懒人游戏床 其实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躺着被人推着走 嗯果然还是生命在于运动啊 别人运动也算啊